曼谷,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城市 疯狂的购物,美食的天堂 曼谷的耀华利路是一个最繁华又最热闹的商业街区 傍晚,花灯出上之后,这里整条街就将变成一个热闹的美食天堂 吃不尽的美食,各种好味道,让你无法抗拒 尘义果条,得到米其林的推荐 道地的果条汤,价格平时 有猪内脏,猪血,猪肝,猪肾,猪胃等等 配合美味的胡椒汤,脆皮烧肉,外皮酥脆,很好吃 肥而不腻的猪蹄,扎实的猪大腿肉和一些小菜,非常美味 要一整晚饭吗?还是要好笑 unders니rich 我要整腌蚝 乳腿 抹薄 乳腿 鱼 这是个軟的样子 going好 嚯isf ribs要吃不错 肉骨茶汤,香甜可口 这是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卤额餐厅 这里的鹅肉炖得恰好 肉质嫩滑多汁 味道鲜美 推荐一定要品尝鹅血 很嫩 鲜甜 鱼飘汤 散发出浓浓的香味 太吸引人 非吃不可 看看摆上 就得喝上几瓶了吧 锅贴内的大虾 真的美味 美好时光 包你吃的甜甜蜜蜜 另一摊卖的裹贴 肥大鲜美 生吃小墨鱼 感觉如何 还有生吃小虾 来个去壳的椰子水 清凉解渴 另一家米其林 胡椒果调汤 好喝又好吃 哇 堆积如山的墨鱼 来迟的肯定买不到 精心地烘烤后 配上特制辣椒 哇 爽快 特别肥美的血哈 赞 各位甜点 小吃 想品尝鱼刺 来吧 又是一滩堆成小山的章鱼 或墨鱼的 同样吃了就吃不到 各类热带水果 香甜味美 任君选择 走那小巷内 同样有很多美食 两大锅的鱼飘汤 只剩下半锅了 海鲜 龙虾 样样都有 热闹的药花利路 人来人往 非常繁忙 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绿色叶子提醒你 如果你是允许者 否则走远之 来到曼谷 也要来体验 乘坐刺激的嘟嘟车 买双心鞋 可以走得更远 非常好吃的炒墨鱼蛋 一定要来品尝 小巷内 越夜越热闹 来品尝美食的人潮 络绎不绝 看 多美味的各种家乡菜色 是不是刺激到了大家的味蕾呢 用心的烘烤才会有好味道 一点也不满糊 一点也不满糊 帅哥精心烘烤的香肠 当然加分了 来来来 这里是两家烧烤海鲜的大本营 面对面 各有千秋 所以两家都要来光顾 未经济烤海鲜的大本营 这么多 一切都是要来 油條 榮獲米其林的小吃 看老闆伸手這麼敏捷地不停發烤 肯定是好看又好吃 油條 油條 就是一夜深了 美食 人潮依然熱鬧 這些奇形怪狀 富有營養的天然小吃 你品嘗了嗎 這家甜品店 色 香 味 俱全 好看又好吃 甜甜蜜蜜 哇 有如不夜天 越夜越熱鬧啊 來 來感受一下吧 這個阿嫂的燙麵功夫非常到家 飽滿的味道令你回味無窮 我來幾次多一個 兩個幾次兩個一個 慢慢上來 烘烤麵包 爆漿的餡料令你興奮不移 烘烤麵包 夜深深 路人依然 宵夜 押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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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環境優雅 早餐品嘗各類點心和糕點 豆花水 豆花 也是很好的早餐選擇 想吃一餐豐富的早餐 推薦來這裡 香腸 雞蛋吐司 黃油吐司 特製的咖椰吐司等等 樣樣非常完美 特別醃製的醉蝦和螃蟹 帶有豐富的蟹膏和蟹黃 高肉肥美 口感細膩 令你食慾大開 加入辣椒大蒜配料 味道更鮮美 鮮美的螳螂蝦 是否令你垂涎三尺 要華麗的美食誘惑 確實無法抗拒 謝謝你 謝謝你的 期待